这些rapper的父母大有来头 周密的父母都是生意人 父亲投资房地产 母亲有多家商场 最关键的是周密爷爷来自陈飞集团 姜云生的父亲同样是从事房地产生意 不过由于父母很早就离婚了 姜云生并没有享受太多富二代的红利 同时姜云生也多次在歌中 倡导与父亲相关的内容 包括从我爸的别墅离开 搬到西安的出租房 以及我记不清你的样子 只记得你很有钱 杨素的父亲杨世春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创办人 母亲苏雪梅曾经也是一名歌手 倡导的父亲是富王古城的创始人 也是著名的游游投资人 投资项目包括富王古城 赵阳介 黄楼洞 天门洞等等 身为接班人 倡导已经继承长沙天下富王文化游游游公司 98%的股份 2018年中国新闻上四强 周南豪的母亲比利是台湾著名歌手 也是首位在美国开演唱会的华语歌手 更是麦凯尔结果训演唱会的嘉宾 说唱听我的选手葛珍恩父亲高丁峰 是台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秀场时代最火的歌手 也是当时台湾出场费最高的男歌手 一碗收入就可以买一栋楼 仅次于邓地军 就连这些轮小时候也是高丁峰的粉丝 同时高丁峰也是中年里的一把火原唱 弹壳父亲是从事贸易生意的 爷爷牛战兼六十年代在五日五军1640任副市长 1969年退役后任职汕头地委书记 当时全家也搬到汕头 所以不要再疑问弹壳东北话为什么这么好了 因为父辈本来就是东北人 沈宇并不是外界传言的富二代 但他的父亲在ZFDW任职